好学员朋友们 前面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讲解三种市价比率 但这一章的主题是企业价值评估 我们把市价比率应用到企业价值评估当中 就得到了各种相对价值评估模型 接下来我们就给您讲解相对价值评估的基本逻辑 相对价值评估的逻辑 概括成四个字叫借花献博 我们利用可比公司的市场定价 来估算目标公司的价值 这背后的价值前提有两个 第一 存在一个支配企业价值的主要变量 比如每股收益 每股净资产或每股营业收入 我们把这些变量统称作每股价值指标 第二 各类公司价值与该变量之间的比例关系 比如市盈率市净率市销率这些市价比率应该是可比的 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是10倍 那么估摸着你这家公司的市盈率大概也是10倍 好 我们前面所讲的现金流折线模型 估算的是目标公司本身的内在价值 而相对价值评估 测算的是相对价值不是内在价值 所谓相对价值是相对于可比公司而言的 好 相对价值法借花献佛 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依赖于可比公司的市场定价 如果可比公司的定价就是错误的 它的价值被市场高估或低估了 那么相对价值法会把可比公司定价的偏差 它带到目标公司上来 导致目标公司的价值也会被高估或者低估 好 相对估值模型 需要去找可比公司 下面我们就来看可比公司的筛选过程 首先 我们筛选的范围是同行业的上市公司 之所以要求同行业是因为同行业企业具有可比性 之所以要求是上市公司 是因为上市公司才能观察到它的市场定价 好 同行业是可比性的基础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对可比性进行分析 如果我们直接拿市价比率来做估值 不经过修正 那么可比性要求在市盈率市净率或者市销率的所有驱动因素上 都应该可比才算是满足了可比性的要求 如果我们使用修正的市价比率模型 修正过程中 我们可以纠正关键因素上的差别 比如说市盈率模型的关键驱动因素是增长率 修正市盈率是拿增长率来修正 修正后的市盈率不再受增长率的影响 所以如果我们拿修正市盈率模型来做相对价值评估 就可以不用考虑增长率是否可比 好 如果经过前面两步筛选 得到的公司仍然很多 我们可以再根据企业规模相似这条标准 进行进一步的筛选 好 刚才我们提到 直接市价比率模型下 可比公司的可比性 要求市价比率的所有驱动因素相似 修正市价比率模型下 不用去管关键驱动因素 只要求其他驱动因素相似 符合条件的公司多 可以按照规模相似的标准进行进一步的筛选 这都是前面讲过的内容 好 最后 市价比率模型关键驱动因素是增长率 通常我们默认处在生命周期 同一阶段的同行业的企业 具有相似的增长率 两家企业都是从事食品行业的 都处在成熟期 那么我们可以推断两家企业大致有相同的增长率 好 市价比率应用于相对价值评估 有直接市价比率法和修正市价比率法 修正市价比率法又可以分为股价平均法和修正平均比率法 我们先来看直接市价比率法与修正市价比率法的区别 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要做修正 是否要成关键驱动因素 好 下面我们以市盈率模型为例 来给大家讲解相对价值评估的两种基本方法 好 如果用直接市盈率法来做平均 那么我们使用的就是未经修正的市盈率 估值的公式中不需要成增长率 如果我们用修正市盈率法来做估值 公式当中成的市盈率是修正之后的市盈率 因为在修正市盈率的过程中除了增长率 所以我们测算美股价值 还要成一个目标公司的增长率 我们先来看直接市盈率法 直接市盈率法下目标公司的美股价值 等于目标公司的美股收益 乘以可比公司的平均市盈率 假设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平均市盈率是十倍 你们这家公司的美股收益是一块钱 那么预计公司股票上市之后 美股的定价大致在十块钱上下 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美股收益和市盈率之间计算口径上应当保持一致 如果是本期美股收益 那么我们要称本期市盈率 这叫本期对本期 如果是预期美股收益 我们要称的是内在市盈率 这叫内在对预期 好下面我们来看这幅市盈图 对于可比公司 我们拿美股市价 除美股收益 算出市盈率 不需要除增长率 不需要做修正 把可比公司的平均市盈率 当作目标公司的市盈率 然后乘以目标公司美股收益 得出我们要算的美股价值 直接市盈率法计算比较简单 我们再来看修正市盈率法 修正市盈率法 我们要成的是可比公司的平均修正市盈率 因为在修正市盈率的过程中 我们除了市盈率的关键驱动因素增长率 所以在估算美股价值的时候 还要把目标公司的增长率给呈上去 好 没有经过修正的市盈率 不成增长率 经过修正的市盈率 要成增长率 修正市盈率法 同样也遵循本期对本期 预期对内在的基本原则 美股收益和市盈率之间 要保持计算口径上的一致性 我们来看这幅示意图 按修正市盈率法 可比公司美股市价除美股收益 得到市盈率之后 还要占除增长率得到修正市盈率 把可比公司的平均修正市盈率 当作目标公司的修正市盈率 从修正市盈率出发 要算美股价值需要先成增长率 然后再成美股收益 好下面我们来看教材立体的改变 目标公司 假公司 21年的实际美股收益是一块钱 可比公司是乙公司 乙公司21年美股收益0.5 分配股利0.35 经利润和股利的增长率都是6% 乙公司的beta系数是0.75 政府长期债券的利率 也就是无风险利率是7% 股票上的风险附加率 也就是风险溢价是5.5个百分点 好按照市盈率模型测算 假公司21年年末的美股价值是多少 好我们来看这道题目的解析 题杆中告诉我们beta系数 政府债券利率 股票的风险附加率 显然提示我们有开判公式 来计算股权资本成本 也就是折现率 好这一步计算不再讲解 得到的结果是11.125 好接下来 每股收益0.5 分配股利0.35 那么0.35除0.5 得到股利支付率0.7 好最后增长率 题杆中直接告诉了我们是6% 按照支除折减增的计算公式 现在 股利支付率增长率 折现率股权资本成本 这三个基本要素都已经齐备了 我们可以计算可比公司 以公司的适应率 好这道题目给出的目标公司 假公司的每股收益 是21年的实际每股收益 题目要求我们计算的 是目标公司21年年末的每股价值 每股收益每股价值 都归属于21年这同一个年度 所以相对于21年年末的股价 21年当年的每股收益 是本期每股收益 所以我们要算的可比公司的市盈率 按照本期对本期的原则 应该是21年的本期市盈率 好算内在市盈率 直接就是支除折减增 算本期市盈率 在支除折减增的后面 还要乘以一个一加增长率 得到14.48 好最后 我们用目标公司 假公司的每股收益 一块钱 乘以可比公司 乙公司的市盈率14.48 两个乘数 遵循本期对本期的一致性原则 得出21年年末的每股价值是14.48元 好在刚才那道题目的基础上 我们稍微做一个修改 一开始告诉你的目标公司的每股收益 是22年预计的每股收益 1.06元 题目让你计算的假公司的每股价值 仍然是21年年末的每股价值 好我们来看这道题目的解析 好首先 根据提杆中的信息 利用开派目公式 推算可比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 好这一步计算跟刚才的题目是一模一样的 第二步计算股力支付率跟刚才的题目一模一样 结果是0.7 最后增长率跟上一道题目一模一样 还是6% 好这道题目 给出的每股收益是22年的每股收益 要算的每股价值是21年年末的每股价值 好相对于21年年末的每股价值 22年的每股收益是预期每股收益 本期对本期预期对应的应该是内在的市盈率 所以这道题目算市盈率 要算内在市盈率 内在市盈率怎么算 直接就是支出只减增 不用再成一加增长率了 外套大内一小 内在市盈率要小一点 所以不用成一加增长率 不用把它放大 好得到的结果是13.66 好最后 我们用提干给出的 假公司 下一年预计的每股收益 1.06 成立可比公司 以公司的内在市盈率 13.66 得出假公司 21年年末的每股价值 仍然是14.48 跟上一道题目最终计算结果完全一致 好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教材8.5这道题目的逻辑 完全背离了相对价值评估的基本逻辑 您就把它当作是数字游戏题 拿它来熟悉计算公式就好 不用过多的纠结 另外 我们从教材力8.5出发 编制了两道计算型的选择题 这道题目跟刚才那道题目 是一模得到的计算结果是完全一致的 好 这种一致 纯属巧合 事实上 按照预期适应律算 按本期适应律算 得到的估值结果未必是完全一致的 只不过这两道题目 给出的目标公司的增长率 可比公司的增长率 刚好一样才会出现这种巧合 好 相对价值评估的逻辑 我们先给您讲到这里 好 我们继续来讲解相对价值评估 修正市价比率法 又可以分为股价平均法和修正平均比率法 这两种方法的本质区别在于到底在哪个节点上做平均 好 如果采用股价平均法 那么计算的时候是要一路平推到股价 您想想看 我们相对价值评估要算的目标就是目标公司的每股价值 要算的就是股价 所以我们就一路平推一直到股价 这样没法继续往前推进了 最后碰墙了之后 我们才扭头来算平均 修正平均比率法 是要在修正之前先算平均 算完平均之后再继续推进 好 下面我们来看这张表格 现在我们给目标公司找了甲乙饼三家可比公司 目标公司的每股价值要基于三家可比公司的平均状况来计算 那么到底在哪个环节来做平均呢 股价平均法的逻辑是最后算平均 首先针对每一家可比公司 我们拿每股市价出每股收益得到市盈率 现在有甲乙饼三家可比公司 我们能算出三个市盈率 好 然后用每一家公司各自的市盈率 来出每一家公司各自的增长率 算出修正的市盈率 有三家可比公司我们能算出三个修正市盈率 好 最后拿每一家可比公司的修正市盈率 成目标公司的增长率 成目标公司的每股收益 得出每股价值 有三家可比公司 我们计算出三个目标公司的每股价值 分别是相对于甲的每股价值 相对于乙相对于饼的每股价值 我们看 按照股价平均法的逻辑 算出市盈率来要不要做平均 不做平均 算出修正市盈率来要不要做平均 不做平均 算出每股价值来要不要做平均 再不做平均就没有机会平均了 我们一路平推已经平推到股价 已经走到终点已经撞墙了 这时候您就扭头算一个平均 把目标公司相对于甲一饼的三个每股价值 加起来除以三得到平均数 最右下角这个单元格的平均数 就是我们要的最终结果 好 股价平均法 还有一种相对简便的计算方法 我们算出三家可比公司的市盈率之后 先不做平均 继继继续计算三家可比公司 各自修正市盈率 我们可以提前做平均 提前到哪一步 提前到修正市盈率这一步上 也就是说算完修正之后 你就做个平均 得出三家公司的平均修正市盈率 最后拿第一个平均修正市盈率 来称目标公司的增长率和目标公司的每股收益 得出目标公司的每股价值 如果您在计算过程中保留的小数位数足够的多 那么股价平均法 简易算法得到的结果 和教材标准算法得到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如果您计算过程中保留的小数位数不够 有可能会出现45入带来的伪差 好简易方法虽然计算稍微简便一点 但是记忆起来不好把握 因为你把算平均这一步提前了 到底提前到哪个时间点上容易拿捏不准 所以我们不太提倡学员朋友们 用简易算法来解决股价平均法的问题 好下面我们再看另一种方法 修正平均适应率法 对于甲乙丙三家可比公司 我们首先拿每家可比公司的每股市价除 每股收益得出三家公司各自的适应率 好算出比率之后 我们尽早的来做平均 把三家公司的适应率加起来除以三得出平均适应率 对于三家公司的增长率我们也要做平均 三个增长率加起来除以三得到平均增长率 好接下来我们做修正 要在平均数上做修正 用平均适应率除平均增长率 得到平均修正适应率 好接下来拿这个平均修正适应率 成立目标公司的增长率 成立目标公司的每股收益 得出我们想要的目标公司的每股价值 好修正平均适应率法的特点 是把算平均这一步提前了 提前到什么时候呢 算出适应率来立即就做平均 平均这一步发生在计算出适应率之后 进行修正之前 所以您看修正平均适应率法 这个方法名称的表述中 平均这两个字出现在适应率和修正 两个字中间的位置上 所以 算平均这一步 再算适应率和做修正之间进行 好下面我们比较一下 两种方法的关键区别在哪里 股价平均法的特点是一路平推 算出股价再也算平均 好对于这种方法您得顺着念 名字叫股价平均法 股价在前平均在后 所以先算股价最后才算行均 好修正行均比率法的特点 是把平均这一步提前了 提前到算比率和做修正这两步中间 对于修正平均比率法这种方法 您得反着念 先念比例 再念平均 最后念修正 好反着念得到的这个顺序 就跟我们解题计算的顺序一致起来了 先算比率 然后做平均 接下来做修正最后算股价 算平均这一步介于算比率和做修正两步中间 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个练习 请大家在表格中画出股价平均法的计算逻辑 如果您没有打印讲义或者手边没有纸笔 没问题 您就拿手指头在屏幕上在屏幕上比划一下就可以 好股价平均法特点是什么 一路平推 每股市价除每股收益得到市盈率 算不算平均不算平均 市盈率除增长率得修正市盈率算不算平均还不算平均 修正市盈率乘增长率乘每股收益得到了每股股价 已经一路平推平推到尽头了 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扭头来做平均 好我们再来看修正行均比率法的计算路径 好首先我们算比例 每股市价除每股收益得到市盈率 好算完比率之后要做修正之前 两步中间算平均 算出平均市盈率平均增长率 然后后续的计算 我们就在平均数这一行完成 好下面我们来看 18年这道单权题 甲公司每股收益0.5 预计增长率4% 同行业两家可比公司的平均市盈率25倍 平均增长率是5% 提杆中给出的市盈率和增长率 已经给你做好了平均了 好按照修正平均市盈率法计算 甲公司的每股价值是多少 好我们来看 比率已经算出来了 还没有做修正 我们在做修正之前先做平均 提杆已经给出了平均数 所以我们用平均市盈率25倍 除以平均增长率 平均增长率是5%带着百分号 但是您做修正的时候 要抛掉这个百分号 25不是出5% 而是直接除5 得到可比公司的修正平均市盈率是5倍 然后拿那个5 先乘目标公司的增长率 目标公司的增长率是4% 但是我们做修正的时候 抛掉了百分号 算股价的时候 也一样抛掉百分号 不是乘4% 而是直接乘4 最后乘以甲公司的每股收益0.5元 得到甲公司的每股价值 好 这道题目考察的是修正平均市盈率法 假如题目要求你按股价平均法计算 应该怎么算呢 按股价平均法算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股价平均法得到最后再做平均 但是提干给的信息早早就做了平均 知道了平均数 我们没法反推出平均之前 两家可比公司的数据 各是多少 相当于鸡蛋已经给你煮熟了 没法再把它还原成生鸡蛋了 好我们来看 18年这道单选题的改变 好 第一段话跟上一道题目一样 每股收益0.5增长率4% 两家可比公司的市盈率分别是20倍30倍 增长率分别是4% 5% 现在我不是笼统的告诉你两家公司的平均数 而是分别告诉你两家公司各自的数据 这样我们就可以用股价平均法来计算了 好 首先我们考虑假公司相对于第一家可比公司的每股价值是多少 好 用第一家可比公司的市盈率20倍 除以它的增长率4% 抛掉百分号直接除4 得到第一家公司的修正市盈率 然后乘以目标公司的增长率乘以目标公司的每股收益 得出目标公司假公司相对于第一家公司的每股价值是10元 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算出假公司相对于第二家可比公司的每股价值是12元 好 这样我们算出了股价之后再来做平均 把相对于两家可比公司的每股价值10元和12元加起来除以二您直接口算也能得到假公司的每股价值是11元 好 18年另一套考卷的题目与我们刚才讲过的题目类似 只不过是把修正平均适应律法换成了修正平均适消律法 好 这道题目我把答案收录在讲义当中上课时间不再讲解 您自己来做练习 好 相对价值评估的计算逻辑我们先讲到这里 好 下面我们来看2014年考察相对价值评估的计算分析题 目标公司假公司是一家未上市的高科技企业 固定资产比较少人工成本占比高 公司打算采用相对价值评估模型测算每股价值 好 题杆中第一部分内容告诉我们目标公司假公司的财务状况 13年净利润3000万 年初所有只权益两个亿 年末所有只权益两亿1800万元 好 当年所有只权益的增加 完全来自于利润留存 没有优先股 没有优先股 意味着题杆中给出的净利润3000万 全部都是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 题杆中给出的年初年末的所有只权益 同样都是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权益 好 年末的股份数是银翼股 当年没增发新股 没回购股份 也就是说当年的股份数没有发生变动 好在这样的假设前提下 题杆中给出的年末的股份数 同时也就代表了全年的加权平均股份数 从年初到年末一直都是这个数 没发生过变动 所以这个数字也就等同于加权平均数 预计14年级以后年度利润增长率是9% 权益净利率保持不变 好 接下来提干表格给出了ABC三家可比上市公司的数据 首先给出了三家公司的每股市价 所有市价比率模型 所有市价比率的计算都会用到每股市价 好 接下来给出了每股收益 我们可以拿它测算是盈率 给出了每股净资产 我们可以拿它测算是净率 好 最后告诉我们预计的增长率 可以用它修正是盈率 又给出了权益净利率 可以用它修正是净率 好 题目 首先要求 用市盈率模型下的两种方法 测算假公司的每股价值 然后用市净率模型下的两种方法测算假公司每股价值 最后 根据假公司的特点 判断假公司更适合于市盈率模型 还是市净率模型 好 首先 我们根据提干的信息 先来测算目标公司 假公司的相关财务指标 好 假公司的每股收益 等于净利润三千万 出于普通股的股份数一亿股 由于没有优先股 所以三千万的净利润都是归谱的 由于没有股份变动 所以年末的股份数等于加权平均股份数 好 我们再来看每股净资产 每股净资产 等于股东权益除以年末股份数 因为股份数取的是年末的股份数 所以分子上的所有者权益 取年末的所有者权益 21800 不能拿年初年末的所有者权益来算平均 计算每股净资产的时候 要求分子分母口径保持一致 都按年末口径来取之 好 增长率提干中直接告诉我们是9% 权益净利率等于净利润出所有者权益 净利润是当年的净利润三千万 所有者权益要取年初年末的平均数 好 接下来 我们按照市盈率模型下的股价平均法 计算假公司的每股价值 股价平均法的特点是什么 一路平推到股价 最后算平均 好 基本的计算步骤是先算比率 然后做修正 接下来算股价 算出股价来 我们走到头了 无路可走的情况下 再来做平均 好 对于ABC三家可比公司 我们拿提干表格给出的 各自的每股市价除每股收益 A公司每股市价是8块 每股收益0.4 显然市盈率是20 BC公司的市盈率按同样的逻辑来计算 好 现在算出了三个市盈率 要不要做平均 当然不做平均 继续往前推进 提干表格给出了三家公司的增长率 分别是8% 6% 10% 好对于A公司来说 未经修正的市盈率是20 增长率是8% 我们拿20不是出8% 而是除以8 得到修正市盈率是2.5 BC公司的修正市盈率 按相同的方法来计算 好 得到了三个修正市盈率 要不要做平均 如果您真想做平均 其实也可以做平均 但是为了便于大家记忆 我们还是先不做平均 继续往前推进 目标公司增长率是9% 每股收益是0.3 我们拿三个修正市盈率 分别来乘9x0.3 得出目标公司相对于ABC三家可比公司的三个美股价值 现在要不要做平均啊 我们一路平均已经到股价已经走到头了 再往前平推 所以无路可走了 此时不做平均就没有做平均的机会了 所以最后 把三个股价加起来除以3 算平均 好 我们之所以用表格来展现计算过程 主要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更好的把握两种方法的区别 好 实际考试的时候 如果考题给出表格 您按表格计算 没有给表格 就不必要列表 可以直接一步写公式计算 更节省时间 好 我们先来测试目标公司 相对于A公司的美股价值 A公司的修正市盈率 等于美股市价8块 除以美股收益0.4 再除增长率 好 拿第一个修正市盈率 乘目标公司的增长率 乘目标公司的美股收益 测算出目标公司相对于A的价值 是6.75 用同样的方法 我们分别计算出目标公司相对于B 相对于C的美股价值 好 现在得到了三个美股价值 我们把这三个数加起来 除以三 算出股价之后 再做平均 求出来的就是目标公司的美股价值 好 事实上 求平均和算股价这一步 其实可以做个颠倒 你也可以先求平均 再算股价 理论上计算结果应当是一致的 对于三家可比公司 先算出各自的市盈率 这一步是绝对不能做平均的 然后算出各自的修正市盈率 这一步上 其实您可以偷偷做个平均 算出修正平均修正市盈率 再乘以目标公司增长率 目标公司的美股收益 得出美股价值 好 考场上我们可以直接写公式来计算 用每一家公司的美股市价 除美股收益 然后再出增长率 得出这一家可比公司的修正市盈率 分别算出三家可比公司的修正市盈率 然后加起来除以三 得平均修正市盈率 拿这个平均修正市盈率 乘以目标公司的增长率和美股收益 得出目标公司的美股价值 如果您前面的计算步骤 保留的小数位数足够多 这里得到的结果 应该跟按照标准方法 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 因为我们一直是四舍五入 保留两位小数 所以得出的结果有一点尾数的差异 好 我们再来看 用市盈率模型下的修正平均市盈率法 计算假公司的美股收益 好 修正平均市盈率法 把算平均这一步提前了 先算比率再做平均 接下来做修正算股价 算平均这一步 加在算比例和做修正两个步骤之间 好 对于每一家可比公司 我们拿美股市价除美股收益 得出三家可比公司各自的市盈率 分别是二十十六点二和二十二 现在有了比率 我们马上做平均 把这三个比率加起来 除以三得到平均市盈率 三家可比公司的增长率 加起来除以三得到平均增长率 好 现在我们已经得出了平均数了 已经从三家公司各自的数据里面 榨取出了有用的信息 那剩下的这些豆渣可以扔掉 我们后续的计算 就在平均数这一行来完成 不用再考虑三家公司各自的情况 19.4除以8得到平均修正市盈率 平均修正市盈率 乘以增长率乘以美股收益 得到美股价值 好 由于计算过程中 我们算出来的修正市盈率数字 往往会比较小 所以我们通常建议大家尽量去多保留几位小数 您不妨保留三位或保留四位小数 尽可能的减少伪差 好 考试的时候 没必要非得画出表格 其实可以直接一步计算 用每一家公司试价出美股收益 得出每一家公司的市盈率 三个市盈率加起来 得到平均市盈率19.4 好 三家公司增长率分别是860 加起来除以3 您其实口算也知道 取个中间数字8代表平均增长率 计算过程中可以忽略百分号 最后把百分号当作单位写上去就可以 好 接下来 平均市盈率出平均增长率 得到平均修正市盈率 然后再乘以目标公司的增长率和美股收益 得出目标公司的美股价值 好 这道题目 针对市净率模型的两问 我们把计算过程和结果放在讲义中 因为跟前面市盈率模型下的计算大同小异 所以这里不做讲解 最后一问 判断假公司更适合采用哪一个模型 并且说明理由 提干一开始告诉我们 目标公司假公司是未上市的高科技企业 固定资产少 人工占比比较高 显然提干给出的这家公司 是一个典型的轻资产的公司 因为固定资产少 净资产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不大 所以轻资产类的公司不适用于是净率模型 更适用于市盈率模型 市盈率能够把价格收益 也就是投入产出联系起来 直观的反映投入产出的关系 因此这道题目更适合采用市盈率 对假公司进行估值 好 2021年计算分析题用一小问 涉及到了相对价值评估 我们把这道题目的节选收录在讲义中 因为非常简单 上课时间不再讲解 您自己当做练习来做 到此为止 本章的正文部分就全部讲完了 好 在本章的附录部分 我们先给您讲解 市价比率计算式的推导过程 三种市价比率 两个计算口径 这样一共可以得到六个比率 六个比率中 我们只讲解内在市盈率 本期市盈率 以及内在市净率计算公式的推导 好 剩下的三个比率 您完全可以自己照葫芦画桥 推导出来 好 我们先来看内在市盈率 根据定义是 内在市盈率等于 每股市价除以下一期的每股收益 也就是每股收益一 按照计算式 内在市盈率等于支出 只减增 接下来 我们通过固定股力增长模型 从内在市盈率的定义式出发 推导出它的计算式 好 固定股力增长率模型下 当前每股市价的计算方法 是股力分子万一七分母 只减增 要算刚前的每股市价 需要用到的是下一期的每股股力 也就是要用第一做分子 不能用第零 分母上 折现率减增长率 好 第一等于预计下一期的每股收益 乘以股力支付率 这样每股市价的计算公式 可以写成每股收益一 成股力支付率 再除 只减增 好 现在我们在这个公式 等号左右两边 同时除以每股收益一 左手边 每股市价0除以每股收益一 这不就是内在市盈率的定义式吗 所以等号左手边除出来的结果 就是内在市盈率 好 等号右手边分子上 本来有一个每股收益一 现在这一除 我们把每股收益一拿掉 剩下的就是股力支付率 除以折现率减去增长率 也就是支除 只紧增 好 接下来我们结合定义式 从内在市盈率的计算式出发 推算出本期市盈率的计算式 内在市盈率只需要支除 只减增 本期市盈率在支除 只减增的基础上 还要乘以一加增长率 内在市盈率 等于每股市价0除每股收益一 本期市盈率要除每股收益0 两种口径的市盈率 差别在于分母上每股收益的取值 那么我们从内在市盈率出发 乘以一个每股收益一 除以一个每股收益0 这就把内在市盈率纠正成了本期市盈率 好 公式当中 每股收益一除以每股收益0 得到的结果就是一加增长率 所以本期市盈率等于内在市盈率 乘以一加增长率 而内在市盈率 我们又可以把它写成支出 折减增的形式 这样支出折减增 再乘一加增长率 得到的就是本期市盈率 好 我们再来看 内在市净率公式的推导 好 内在市净率 等于每股市价0 除以每股净资产1 根据固定股利增长模型下的第一公式 每股市价0 等于第一 除以值净增 好 现在我们从每股净资产出发 推算每股股利第一 先用每股净资产 乘以权益净利率 得到的是每股收益 然后再乘以股利支付率 得到的是每股鼓利 好 在这个公式的基础上 等号左右两边 同时除以每股净资产1 等号左手边 每股市价0 除每股净资产1 按照定义是得到的 就是内在市净率 等号右手边 本来有个每股净资产1 除掉一个每股净资产1 剩下的就是权益净利率 然后乘以支除值净增 好 另外三个市价比率的推导公式 与刚才讲过的推导方法 原理是一样的 所以上课时间不再讲解 好 最后我们来看 第五章项目投资预算 和第八章企业价值评估的 相同点和不同点 好投资项目都是有期限的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我们第五章讲过 项目投资决策的题目 通常默认采取 卸磨杀驴的原则 项目结束 处置资产 而理论上企业 尤其是公司制的企业 是可以无限期的存续下去 可以万寿无疆的 所以项目预算 通常考虑的是 有限期现金流的直信 而企业价值评估 通常要用到 无限期的现金流直信 好项目的现金流 要么是稳定的 要么是下降的 一个项目 总有进入衰退 甚至逐渐被市场淘汰的过程 但是一个项目被市场淘汰了 企业可以投资 进行可以投资 开展下一个项目 企业没有必要非得 全部估注 估注一掷 压到一个项目上 没必要一棵树上吊死 项目是死的 企业是活的 这样企业是可以实现不断增长的 像一棵大树一样 开枝散叶 好企业投资于一个项目 企业就是投资者 项目挣到的钱 直接属于企业 直接属于投资者 好股东把钱投给企业 股东扮演了投资者的角色 企业挣到的钱 不分配留在企业账上 那是企业的钱 不是股东的钱 只有企业决定给股东分配股利的时候 资金才从企业流向投资者 好 刚才我们说的 是项目投资和企业价值评估的不同点 两者的相同点在于 企业投资项目是为了挣钱 股东投资企业也是为了挣钱 项目和企业都能给投资者带来现金流 这对应现金流直线模型中的第一个要素 现金流量 好 现金流量都带有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 其实就体现了投资风险 好 风险的问题 体现在直线率上 这对应现金流直线模型的第二个要素 资本成本 最后 企业可以无限期的存在 项目投资是有限期的 但是往往也会跨越很多年 项目投资是长期投资 企业的现金流 项目的现金流 都是细水长流逐渐产生的 都是分散在时间轴的多个时点上的 这就涉及到了现金流直线模型的第三个要素 时间序列 好 到此为止 第八章的全部内容 我们就都给您讲完了